各位好兄弟 还有各位师长 各位前辈 还有同学们 还有今天的主持人 历琴 还有我们的主讲人 也就是我们的 这一个 我要看一下 也就是我们的 南方大学学院 研究生语 研究学院华人族群 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墨家浩博士 大家好 还有祝大家 中原节快乐 我是这个活动的策划人 马来西亚经济园 大学学院的白伟权 那首先先 感谢大家的支持 报名我们的 大马满天神佛 系列讲座 还有满天好兄弟 今天是系列讲座 那这一系列讲座 其实是我们学生 中文大讲堂 这一堂课的 学生活动的一部分 那中文大讲堂 这一堂课 其实是为我们的学生 而设 我们的主题的规划 并不是一个 以非常高深的学术 讲座为我们的定位 我们希望的是用一种深入浅出 而且有趣的方式来让我们的年轻一代 能够去发现到本土议题的一些趣味性 从中能够去培养他们主动去探究知识的一个动机 所以在这个规划之下 我们每一次 每一年都会 在中文大讲堂 规划不同的主题 那我们去年的主题 就叫做亚洲人文系列 去请来亚洲各地不同国家的学者朋友 来这边分享 那我们今年是用这个大马民间信仰为我们的主题 我们把我们的主题定名为叫做大马满天神佛系列 因为民间信仰本身就是我们华人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你会看到多元活力还有文化包容 是我们民间信仰最大的特征 所以我们不选什么 我们就选满天神佛 这四个字作为我们的活动的主题 所以这个大概是我的构想 所以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赞助单位 像是吉隆坡先生师严妙的支持 没有他们的支持 我们的讲座不会这么样的顺利 还有我们也很感谢我们的其他的合作单位 像是有电网路书店 还有我们的这一个蚂蚁学人 蚂蚁学人也就是加号我们在经营的一个网台 这蚂蚁学人 然后我们也很感谢我们的另外一位朋友的来佛四华读书会 我们也感谢槟城城市报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也更要感谢这一系列所有的讲者 谢谢你们 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的满天神佛系列 好我们今天非常的应景 因为今天是农历7月14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角是大四爷 以及他的好兄弟们 所以我这边就话不多说 我就把我今天的这个麦克风 传给我们的主持人立琴 立琴同学有请 谢谢白老师 老师各位同学各位观众 大家晚上好 非常感谢大家今晚立琳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课程 中文大讲堂所举办的 大马满天生活系列的第十二战线上讲座 鬼王下山 辩家兰大师也信仰重谈 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李琴 对此讲座 我们非常荣幸能邀请到南方大学学院研究生 与研究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墨家浩老师担任今晚的主讲嘉宾 在此我再次恭喜莫老师 在星期十日正式成为了博士 回到今晚的主题 大师爷也成为普渡爷 很多地方在中原法会祭拜亡灵前 会先祭拜大师爷 而中原普渡是边加兰斯湾岛华人的传统祭祀活动 那现在我将把麦克风交给亲自前往边加兰进行田野考察的墨家浩老师 让他和我们分享当时后的一些情况 以及大师爷的信仰重谈 但在我把麦克风交给莫老师之前 然后我提醒各位记得把麦克风调至静音 另外持讲座预计进行两个小时 讲师和我们的分享时间大约为一小时15分钟 剩下将开放问答环节 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发问 欢迎在问答环节打开麦克风自行交流 又或者在留言区发问 我们会优先选择回答开麦者的问题 事不宜迟 我现在就把麦克风交给莫家浩老师 莫老师行 谢谢 谢谢丽晴 谢谢白老师 也很感谢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大讲堂 给我这次机会来跟大家做一个 我不敢说是一个讲座 大概其实是一个我自己还找不到答案的一个东西 所以是希望在这边能够听到大家的反馈 给我一些线索 然后让我能够把这个问题处理得更好 有的人就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们好像我们很喜欢讲中原 很喜欢普渡 很喜欢大视野 实际上不是我个人的兴趣所在 这实际上是我们的集体的 我们华社集体的兴趣所在 我们现在是因为疫情期间 所以大家会感觉到我们现在比较少有这些活动 但是大家回想一下 在疫情开始之前 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澎湃 参与度很高 像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等一下 我还没有按错 所以今天我的报告环绕的主题是大视野 没错 可是这个大视野前面有一个前缀 是边加兰 那给不熟悉这个什么叫边加兰的朋友先一个稍微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边加兰呢就位于这个马来半岛的东南端 是柔佛州的东南端 那边加兰呢 他目前算是 孟老师你不小心把我们的对话共住于世了 是吗 你和白老师的私密在 Facebook的私密 已经给我们知道了 对对对 我share tool screen了吗 对你share到 你share到我们的对话了 我就觉得有一点这个可能真的是今天日子比较特别 所以可能操作上会比较 OK 抱歉了 这个意外性第一是我们的特点 那今年特别吗 那边加兰呢就是在马来半岛的东南端 最近会比较近年来会比较有名 是因为那个地方 现在是这个可能是东南亚最大的一个石化中心基地 那在这个地方变成石化中心之前 那个地方就是一个 这是一系列的乡村 组成的一个 偏远地带 偏远地带 那这也是我的 博士论文的田野考察所在的地方 那在那边经营了 我看前前后后加起来也接近了10年 那还有很多问题没办法解决 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地方的大师爷信仰 那如果各位观众今天是打算来听我们说 大师爷的源流啊 或者是说这个 这个 这个普渡是怎么拜的话呢 那可能要让大家失望啊 因为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今天我们的重点 我自己的重点就是 到底大师爷这个信仰我们可能都很熟悉 那当然 某个程度上来讲是 最熟悉的陌生的神啊 因为你大概一年可能只看到他一次而已 但是这个神明呢 去到了一个偏远的乡区 那个地方的华人社会的时候 他又是以什么方式呈现的呢 他跟我们大多数所认知的情况是一致的吗 还是他会有 他会有一些不同的表现 所以这个大概是我的一个前情提要 所以大家看到海报上面这个做得非常的聪动 非常的有那个气势的这个海报 你看到中间这一个就是 我在边加兰的时候拍到的大师爷 当然这是一个画像 不是大师爷显灵 所以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 我一般上对大师爷的认知 大概就是青面鸟牙 看起来非常的凶 然后 上面呢就有一个观音的一个 像在他的头顶 然后手通常会拿着 一个牌上面写分一诗诗 大师爷大致上的形象是这样的 如果你有看过的话 你有对这种东西这种形象 有印象的话 大概你会比较容易进入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内容 你的大师爷好像比较可爱是吧 你那样史瑞克这样的感觉 我们大师爷 其实大师爷的都很可爱 大家不要以为大师爷都看起来都很可怕 其实很可爱 等一下我们给大家看一些图片 大家可能会忍不住笑出来 因为值得是太亲切 讲到这个大师爷 我们通常会想到就是7月 普渡 好兄弟 大师爷管鬼的 他是鬼王 但我们都会有这种 先入为主的一些 很 固有的一些印象 那同样的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说 7月就是鬼月 这样子的东西 那7月是鬼月吗 那7月为什么是鬼月 虽然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但是可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我希望这一个短片能够让大家听得到声音 我拨拨看 如果听不到的话 大家可以看字幕 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动画 叫做魔法阿嬷 的动画 里面有一段我把它节选出来 因为在这一段里面阿嬷 用了很简单的语句来跟我们介绍了 在我们一般人印象中 到底7月是干嘛的 然后7月的普渡是干嘛的 也就是大师爷 最常需要值班的 那个月份跟那个事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的 这是一般民间想法 大致都是这样我们看一下 阿嬷 那出去开鬼门 就是给鬼放暑假 差不多啦 要放他们出来做什么 出来逛一逛玩一玩 然后等中元节放水灯 出普渡啊 那是什么啊 嗯 就是啊 有一些人啦 或者时候做坏事啦 或者是没有土生啦 对拜他们 出来之后啊 就会变成恶鬼 变成了 不准出东西喔 就算出来东西倒水 就会变成火 把他们烫的 会呱呱叫喔 就算喔 火没有烧完 他们也吞不下去啊 因为他们的火龙 只有天空那么大 所以啊 天上的神啊 才可怜他们啊 在每年七月半的时候啊 戒掉他们嘴巴里的火 放大他们的喉咙啊 让他们喔 可以大吃一顿啦 那普渡就是请恶鬼吃饭了 对啦 每一个都请啊 对啊 为什么 做坏事啊 被惩罚 这是活该啊 可是没有只生气他们 害他们恶肚子的孤魂野鬼 不是很可怜吗 人啊 不能只想自己好就好 有能力的人啊 要多帮助别人 知道吗 你知道啊 阿嬷 那你还没说放水灯是什么 水灯啊 就是通知啊 远处的孤魂野鬼说 可以来出东西了啦 喔 那孤魂野鬼又是什么啊 喔你很煩耶 孤魂野鬼啊就是 像你啦 嗯 如果你爸爸妈妈 跟阿嬷都不理你啊 你就是孤魂野鬼啊 哼 喔 生气啦 我不是孤魂野鬼 OK 所以 大家 如果 在这个月份 不管你是7月初一 还是7月14 或者是今晚 或者是7月 农历7月底 在看到有人坐 或者你自己在路边 有看到有人烧一些衣植啊 有人在点一些蜡烛啊 实际上 你做这些事情 我们说拜祭好兄弟的那个 一般人的民间逻辑 到底你在干嘛啊 大概就是刚才的那一个逻辑 那 我们就知道 喔 这个东西都可以这样子做吧 7月是不是只有这个事情了 当然不是 我们知道农历7月 在 在这个 中国 中国人的那个 这个 节日 的这个 系统里面呢 7月其实 不只是那么简单的 我们至少知道你看 7月初期是七夕节 那是情人节 然后我们7月19 还有太岁星军弹 所以到7月30 是 地藏王弹 所以7月你可以说他 充满了跟 这个英朝地府 跟好兄弟 跟这个 王孤魂 王魂的这个 祭奠有关 也对 那同时7月也不是只是那个 这个事情而已 至少 他有个情人节 所以大家 知道这个 不是那么的单纯 我们有很多别的因素在里面 但 这个7月依然还是我们 一般人里面觉得 比较陰生的月份 那 7月干嘛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 这些记载非常多 我们随便找中国的那个 这些方字 你都可以看到 像 清乾隆的 乾隆时期的泉州辅制 就讲了这样子的一段 所以从这个的描述里面 你会发现 其实 在乾隆年间的 这个福建泉州那一代的 老百姓 他们做的所谓的 7月中原的这个普渡 济世啊 其实跟我们今天做的事情是 很相似的 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非常的接近 那问题来了 大四爷呢 那为什么我们要有大四爷呢 那现在看到这张照片实际上就是马来西亚非常有名的 大四爷 就是大三角的大四爷 这个 过去在没有疫情的时候呢 这个大三角大四爷 的这个七月普渡 是 渝兰盛会是一个 很盛大的活动 因为他的大四爷都 做得很大尊 然后当然最后的高潮就是 当整个仪式完成了之后 那个大四爷必须要被焚化 你看大家 大家都靠得很近 去恭送大四爷 所以这个是我们 所以一般的印象你就觉得说 我们自己家里的所谓的这种家谱 或者师谱 通常没有大四爷 我们不会去做一个大四爷 那大四爷通常会出现在什么情况呢 像一些公谱 公共的 可能是庙宇 或者是某个组织 可能庆中元会 他们去办的 这种 比较大型的 公开的 也不一定 局限在七月的那种普渡的时候 他们就会 可能就会去造一尊大四爷的纸扎像 出来 大四爷纸扎像 因为 最后他必须要被 焚化 象征的他的任务完成 也把那些 自流人间的这些孤魂野鬼 在享受了我们的这个祭司之后 一起带走 一起带走 也顺带进化 这个场域 所以这个是 焚化大四爷的一个 民俗文化的内涵 那讲到这边还是没有说到大四爷是什么 其实大四爷是什么这件事情 他真的很约定俗成 我们大致上大家 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民俗的话 华人的民俗信仰 关于这个 普渡的东西的话 你大概都会有一个印象 但是 大四爷是什么 大四爷的祭司是怎么回事 这方面的研究 在我目前所掌握到的一些 也不多 在台湾方面比较多 当然很多情况下大四爷只是 观察者 在他的观察里面的一个配角 因为他们真正关心的东西 不是大四爷这一个神 或者这一个信仰 而是大四爷参与其中的 那整个仪式 或者是那整个民俗节庆 的内容 所以就变成说大四爷的描述通行在里面并不多 并不多 所以我最后觉得 如果给各位同学 就是因为东文大讲堂 面对的是 同学 我们基础班的同学 所以 其实最简单的 最容易的 就是维基百科 维基百科的这一个介绍 我个人觉得 还是 还是蛮中肯 好用的 什么叫大四爷 大四爷有很多种名称 可以叫他面燃大士 或者焦面大士 这个面燃跟焦面 他有两个解释 一个就是说 大四爷的那个面容 是着火的 烧焦的 另外一种解释就是 他不是真的烧焦 而是他指他很猙獰 他很恐怖 他脸黑黑 不只黑 还要 扭曲 很恐怖 这样子的样子 那还有别的意思 是像别的叫法 像眼口 鬼王 或者鬼王 这个就更多的是指他在这个普渡里面 他扮演的角色 鬼王 那大四 那大四爷为什么又要叫大四爷呢 这个就是说 在传说里面 在一些佛教的 这个说法里面 他实际上是观音菩萨 观音大士的化身 所以这个就变成我们民间简称他就叫他大四爷 或者大四王 那普渡宫也是 因为他就是在普渡的时候我们会请来 作证的那尊神明 所以他就是普渡宫 这个大致上是这样 大家还有一些别的说法 像道教有道教的说法 那个我们等一下我们才谈 那 基本上大四爷干嘛 最主要就是像维基百克说的 他主要就是于兰盆结的时候会出现 会被 紫渣做出来 或者 很少的情况下 他会有一个固定的 这个塑像 被请出来 然后他在处理的工作呢 就是去监督这些恶鬼 监督这些孤魂噎鬼 在整个普渡的仪式 在整个分一四十的仪式里面 首次序 所以他算是一个 几率委员会的主席 在这个情况里面 还是几率委员会的主席 中纪委 这个很复杂 很复杂 你可以叫他风纪股 反正就是 负责管 管 处理这个 持续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大四爷一个很 基本的一个 介绍 但是 他的说法并不是只有一种 像在 客家人 好像也有说 他实际上 还有另外一套讲法 不过这个讲法背后也有说 他是被 观音大四感化的 所以他最后就 担当了这个工作 继续去感化那些孤魂噎鬼 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说他是道教的 太乙救难的天尊 是道教的神的化身 那个逻辑大概跟观音大四的化身很接近 只是道教里面当然不说是观音大四的化身 是太乙救苦天尊的化身 工作也是一样的 那大四爷也不是只有在 渝兰盆节 或者我们说七月普渡的时候才会出现 在平时如果一个 宗教组织庙宇或者一个社区 他们如果有举行 这个法会 有一些太平清交 或者是一些法会 总之是祭祀 拜拜 要去目的是 寻求这个 和静平安 的时候 他们也 有可能会去供奉大四爷 只要他们有做到这个 普渡 还有做到这个 既幽 救济 亡魂的这个动作的话 他们可能也会有大四爷 比方说这是我在香港 去看他们的那个当地的这种 教会 就是那个太平清教 就是打斋 这时候你会看到这个 这个是 全真教的道士 他们在 对大四爷进行这个祭礼 进行祭礼 看这个大四爷也是纸扎的 因为最后 整个仪式完成之后 他也是要被化掉的 非常的大 这个大四爷 都很喜欢做得很大 有我们大三角够力吗 没有大三角那个有名真的是有道理 而且大三角通常 你看我们大三角那个看起来的 会比较 会比较丰满 大三角大四爷会比较丰满 这个也是这个香港景田那边的 打轿的时候的这个大四爷 你看到这个大四爷感觉就比较骨感 他比较有比较常运动 对他在进行这个 蹲跳动作 可是我觉得他的 可是默老师我觉得他的孝子爷会比较 比我们的大哥 那个不是孝子爷 不是孝子爷 那个是大爷伯 是吗 是 他朋友哥凶他的 他的地不没有在吗 没有 所以 anyway 所以你 白老师的观察很重要 你看到除了大四爷 旁边也有一个 我们俗称黑白无常的 这个 或者大爷伯 或者七爷八爷 这个范蟹将军 这一个 这个形象的这一尊 我应该叫他什么呢 就是叫他 无常 无常 在那边 有时候也会有 因为 这个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基本上就是 把 把这个 祭优 把这个 祭祀孤和野鬼 的 这个 印象 强化 因为实际上 我们的七爷八爷 或者是大二爷伯 也是鬼差 所以你不只有大 我们有我们的这个 机率委员会主席 我们还有我们的这个 风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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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队长 一起来 所以大家都乖乖的听话 这样子 这个 下一个 这个是在新加坡的 这个 新加坡应该是新加坡的那个 沙冈 沙冈的那个 福德池 沙冈福德池 他们也是 做一次仪式不是齐悦 做一次仪式的时候 然后也是有这个祭拜 这个也是有 你可以看到也是一样有这个 我们的这个 七爷伯 大爷伯 跟那个 我们的那个 普渡公 所以你看到 大家的身材都不一样 可是那个基本上的形象 青面獠牙 免色 真宁 然后 手上可能会举着分一丝丝 的牌子 的那个这个形态 大概就是我们的 大四爷的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印象 很普遍的印象 好 那我们接下去就要来到我们今天的 矽谷 就是要讲一下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在边加兰 我在边加兰看到的大四爷是怎样呢 这张图就给大家一个 不熟悉边加兰的朋友一个印象 边加兰在哪里 那你地图上面看到的这个边加兰乡 东海岸乡 是当地广义来称 这个地方都属于都 都可以叫做边加兰 都可以叫边加兰 这个所谓的乡是土地的管理 也就是白老师的乌金 的那个概念 不是中原那个 那个乌金 是那个木金 就是木金 就是木金 的那个概念 就是马来西亚的土地管理最基层的单位 为什么要把这个单位放下来呢 是因为 凸显出 其实我们 老百姓眼中的边加兰 跟光辅眼中的边加兰 看这个普渡或者是在那边找到大视野 最重要的一次就是我在几年前的时候去四湾岛 边加兰四湾岛 岛不是一个岛 在边加兰这个地方他们的 华人习惯上把他们沿海的聚落就叫做 头湾岛 二湾岛 三湾岛 四湾岛 五湾岛 六湾岛 七湾岛 游西往东 这样子 可是没有一个是真的地理意义上的岛 他们其实都是海边的一个村子而已 他不是个岛 但是当地人习惯这样子叫 这个背后的故事很复杂 今天有兴趣我们才讲 总之我就去了四湾岛这个不是岛的这个村子 去看了他们那时候 做的一个葡萄 这个是四湾岛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地图 很简单的一个地图 四湾岛基本上他在当地华人眼中 他们实际上是有两个区块的 这两个区块就以地图里面的古楼路来做区分 大致上的一个区分 古楼路的 左边 就是所谓的西边 那个地方叫港内 另外古楼路的东边 大致上东边那个地方叫 东边 所以 整个四湾岛在华人眼中分成港内跟 东边 这两个地方 那港内是没有七月普渡的 港内是没有七月普渡的 到了很 大概两三年前有做了一次 但那个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不说 反正港内传统上是没有 港内的 凤山公 这个祭拜 天后圣母的凤山公是没有普渡的 他们是说他们的普渡 在年底的泄港仪式的时候 他们会做 也没有大师爷 所以我不会跑去 凤山公去看普渡的 我就去看的 实际上就是保安公 他们每年的农历七月 都会做 一个 所谓的保安公的普渡 这就是我去看的 也是在我们的这个中文大讲堂的满天生活讲义里面 我附上的那篇文章 就是这一个保安公的普渡 这个庆中元会的一个田野报告 这个是我那时候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 那这样子的布置 实际上 在我们如果各位有去看过这种所谓的 不管是中原普渡还是平时的普渡 大概都是很基本的 等一下有一个平面图你们可以看得更清楚 那我就在这边我就遇到了大师爷 这个就是我们封面的那张卦象 这个大师爷的卦象 所以你看那个 基本上我们刚才讲的大师爷的一些表面特征都有 那 保安公的这个庆中元 他这个庆中元是 到2017年的时候是第41届 所以网上推你就可以知道他大概在1970年代就开始了 然后那个举行的日子是农历7月18日 所以今年呢其实也差不多了 但是不能办 不能办 然后 办的地点在哪里 就在保安公这间庙宇 这个庙宇的旁边他们有保安公的大礼堂 他们就在大礼堂里面办 所以这里面看到有那种卷轴门 就弄在那边 好像 因为他是一个大礼堂 然后在这个普渡里面 他不是只有 他不是只有这个大师爷的这个卦象 这个大师爷的卦象 每年就只有在这一天会被拿出来 挂在那边 然后这个仪式完成之后 他又会 再度被封印 他真的是封印 他就有一张红纸去跟他封起来 封住大师爷的脸 然后 等到明年的时候 然后就收起来 明年的时候又再住 开光 然后又再住普渡 所以大师爷是 当然是 你可以看他是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仪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神明 而且是只有在这一天才会被请出来 但其实 郭老师 他没有烧 他就每年这样 循环使用 很环保 但是 他跟别人好像不一样 是 所以我们讲去到乡村 李斯就要求朱也 我们就去乡村 你就会看到有些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 前面他还有四尊神像 我去看的时候 前面有四尊神像 这四尊神像是谁呢 陈皇爷 南海观音 还有 三位王府 四位王府 但我们今天也不再讲 这四尊神像都是保安宫里面供奉的神明 可以说都是保安宫里面供奉的最主要的神明 OK 所以 除了大师爷在这个 庆中元会里面 他作证后方 但实际上他在他前面 还有这个保安宫自己的神明 OK 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先放着 这个就是整个普渡的那个 我绘制的一个平面图 所以 像这样子的这个结构 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概念 基本上在我们本地 或者说其实你去到这个大中华圈 他们的普渡 的 这个布置的方式 基本上都 可能都是差不多一样的 你就可以看到他大概就是 大师爷 然后 在前面 他就会有 共桌 那个ABCD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神明 然后他会有福分 就一个桶 刚才你看到一个红色的桶 里面装的就是那种饼干 油 各种米 这些东西 福分 这个东西是可以给 信众来 认捐的 然后大家仪式拜完了之后 这个福分大家就可以拿回家 我们所谓的 吃 星星 大家就吃了就很兴旺 其实就是一种祝谱 就是一种祝谱的一种动作 然后还有烧猪 然后最前面 这个福分前面还有一个鸣洗 就放了那种鸣洗工具 拖鞋 炒席 的一个椅子 这个是象征的说 好兄弟来了之后 他们可以在这边先 先 先抹个脸 刷个牙 收拾好自己之后 再来享用今天的供品 所以非常的人性化的 可以先洗个澡 那 在更前面呢 又是另外一些供品 这个 我看一下 你看更前面是另外的供品 有这些金银子 各种各样的 这种 我们所谓的名字 还有纸扎品 各种各样的纸扎品 然后再往前一点 你就会看到 我说他叫菜饭的东西 这个也是当地人跟我讲的 就是一些 栽类的 没有肉的一些栽类的饭 就这样子 这个前面放一排 那我有问过说为什么要放在地上 答案就是 因为一直以来都放在地上 那我在别的地方有问过为什么他们的东西有一些要放在地上 然后在这个仪式的这些参与者跟我讲的答案就是 又不是有的鬼可能不方便爬上来吃 他可能只能在地上 所以这也是一种讲法 但另外一种讲法就是 神是有共作的 那鬼地位低啊 所以不能够把他摆上桌子啊 这也是一种讲法 所以这个就看你要怎么去 看你是要从哪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那在前面就是我们刚才的灯笼红彩 然后有还有芝麻 还有五色芝麻 然后相堆 然后接下去他们焚化的那个他们要去焚化那些祭品 最后拜完之后要焚化祭品是在海边 就这个保安宫是面向大海的 然后所以而且跟海边很近 所以他们最后焚化祭品的地方就在海边 然后 在海边在焚化更前面一点就有三个我叫他零食香炉的 因为他就是这样子的两个塑料瓶加一个一块砖头 这砖头还是 半块砖头 这个地方我看到他们有在那边烧香 分化 这个基本上这个是牵扯出我论文里面很重要的另外一个观点 跟今天的报告没有很直接的关系 如果简单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我认为 这个是跟他们这个中原普渡 他们这个庆中原会的起源是有关系的 这个庆中原会的起源跟当地的海难 是有关系的 在70年6 从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 在当地常常发生各式各样的海难 所以这种海对他们来讲是危险的地方 虽然很多人是渔民 所以 不祥之物是来自于海 所以在做这个七月普渡的时候 你最后你要供奉的对象 是朝向海去供奉的 他可能是从海上来的 就是可能是海上的孤魂 这个是我提出的一个假设 但我们今天不是要谈这个东西 我们今天讲大师爷 所以回到来 这边就是很重要 我们讲 人最厉害就是一个but 一个但是这件事 刚才白老师很敏锐的注意到了这个大师爷是个卷轴 可是有一件事情白老师一定不知道 因为我也是去了问了才知道 这个卷轴 实际上 以前还不是用这个卷轴的 我们说这个 庆中元会 是1970年代就开始了吗 最早的时候 可一直用到90年代吧 那个卷轴实际上是福禄寿 不是大师爷 所以我们刚才 讲的那整套故事 你会发现我刚才跟你讲的整套故事 突然间就翻盘了 老杰真的要这样吗 对所以我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我们明年再见 没有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田野的有趣的地方 你常常会有些东西你先入为主的觉得说 是这样 是 所以他们是七月普渡 所以拜大师爷 可是如果你在 你愿意 在 开放的一点的思想 去跟他们多聊天多了解 同样的问题 去多问或者多听多观察 就像我这样子你就会突然间发现 大师爷在这个普渡里面不是一个 一开始就有的传统 他是后来才出现的 一开始是俯禄寿三星 后来是用旧的 老人讲 不如换一个新的 换一个新的时候 那时候的人就说 那我就换成大师爷了 所以大师爷不是犹豫之中的 所以大师爷跟当地的普渡的关系 可能不是 他不是没有关系 可是他不是一个从70年代 就一直到今天的关系 而且 前面的那世尊神明 可能才是 保安公 庆中原 很重要的元素 保安公 在庆中原的仪式里面 他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我们虽然有大师爷在后面 可是整个普渡的仪式里面 所有重要的步骤 都是由保安公 这四尊神明的符咒 还有他们的主神 四位王府 进行的 大师爷其实 真的什么都没有做 可穿 里面 他就是作祝在后面而已 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做 所以这个是 这个不是我们要谈的 我们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去看了一个四湾的中原会 我最后发现 大师爷在这个中原会里面 好像 以前不是他 而且现在也没有特别重要 OK 那我就再开始找 那边加南还有哪里会有 这个 会有大师爷呢 去普渡呢 第2个找到的地方 就是这一间庙 这是港内 也是四湾岛 港内 后山的一座 庙 这是一间私人庙宇 他名字叫青山庙 挂了一个牌匾你可以看到叫 感天大地 我第一次去青山庙的时候就是大概 差不多到要到晚上的时候了 所以那个气氛真的很有 我特别选这张照片给大家看 那个感天大地 他里面供奉的神明呢 当地人叫青山伯公 感天大地是外面的人加给他的名字 实际上他当地人到今天来叫自己青山大伯公 那 里面没有大师爷哦 可是 他们的仪式里面有大师爷 2019年的时候我就去看了这个青山庙的普渡 这一件事情 我就看到了 看到了 我还看到刚才我们讲的大师爷的另外一个象 就是太以救苦天尊 然后 再往下看 你看到他还真的有立一个 就像我刚才给大家看的那种香港的那个打架的那个场景 他有一个特别有一个给大师爷 但是我们这边 小地方嘛 那我去立一个这样大个的大师爷 所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省位 就立了这个 上面写什么呢 面燃鬼王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啦 就是我们大师爷的其中一个别名 然后这个字很难读啊 我们就要考一下 我们的那个星际远 中文系的学生 会不会念 我们有没有来 同学来看一下怎么念 一个白一个纸是吧 白纸啊 白纸 同学有人会念吗 我们加分 好吗 这个学习的成绩加分 没有啊 没有 OK 这个字呢 我也是不会念啦 我特地要去查的 这个字呢 这个鬼没有了脚 这个字叫什么 这个字叫 福 很像佛 读起来很像佛 他是福 什么是福呢 说文解字里面讲 福就是鬼头 而且他跟你讲相形 就是这样 你看那个鬼哦 没有了脚 没有了身体 剩下那个 就是鬼的头 啊 所以福就是鬼头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神位上面写的 面燃鬼王 福 子 大地 麾下 就是 在这个情商下 这个我们的大师也叫做面燃鬼王福 子大地 啊 所以福子指的是什么呢 福子基本上指的就是 孤魂业鬼 在这个情况下指的就是孤魂业鬼 OK 那在这个 这个神位的对面呢 就是我们也是常常在普渡仪式会看到的 另外一个 位置 这个位置叫 寒灵所或者寒灵院 都可以 这个寒灵所寒灵院什么呢 就是鬼 就是你看他的鬼 孤魂业鬼要来的时候 他们就会 在这个地方 休息啊 这个是他们的 你当他是他们的 hotel啦 他们就在这个地方hotel 然后 鬼王就在他这个hotel的对面 就是这个hotel对面就是警察局 然后警察局就一直看着你 你们不可以乱跑啊 你要被隔离啦 有饭吃啊 但是你不可以乱跑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功能 看到这边 那我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就是福祉 我每次想到福祉 我第一个想的那个印象都是 这种画面 这种画面 那个卖猪仔很多头的那个画面 这个活人的头 当然是 可是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 你立刻就有一个想法就是 其实这个布置这个仪式里面用的东西 好像有浓浓的 道教的氛围 是没有错 所以同样的我们这边又是一个八字 青山庙普渡 青山庙普渡 其实也有 30年的历史 3到40年的历史 可是当我去到那边看普渡的时候 那个普渡的仪式呢 改游 其实也不是改游啦 本来过去都是委托 凤山公 的鸡物 鸡童去处理的 可是到2019年的时候 因为鸡童退休了 鸡童退休了呢 那退休的鸡童呢 本身呢 我的朋友呢 他也是一个学道之人 所以 2019年 这个青山庙就找 既然你退休了 我还是要做 那不如就请你来做 然后我的朋友就说 好吧 那我就用道教的方式来做吧 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是 妈祖的寄生了嘛 我就用道教方式来做 所以2019年我去看了 我找到的大师爷 其实也是一个 对青山庙来讲 全新的一个东西 全新的一个东西 又是一个新的东西 不是 就是独立意识 想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个100年前的东西 可是实际上没有 这个是一个全新的东西 但 他还是一个边加兰的一个大师爷 虽然他出现了可能就短短的这几年而已 他是边加兰会出现的大师爷 那到这边就完了吗 没有 在边加兰呢 还有一个庙 这个在山湾 我们刚才讲边加兰从西往东 就是头二三 这个是 四湾的 西边 三湾 三湾呢 三湾岛有一间庙 这个庙呢 很特别 因为这个庙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 他的牌匾 虽然 遮了一半 大概可以看到 我读给大家 就是义英堂 这间庙叫义英堂 可是这个义英堂里面呢 他实际上是三间庙 有两间庙 是 更早以前的庙 后来呢 因为已经没有人去 祭拜了 所以最后义英堂这个比较新的 一间 庙 其实他以前是有点像俱乐部这样的东西 他就把这两间庙也认养了 然后并入他自己的这个 建筑里面 所以他是一个义英堂 可是他有三个庙 同时存在 那在这个三湾的义英堂里面呢 那个其中一个被并入的庙 叫 福安宫 所以你今天看 当然现在已经因为这个 实话 的这个真谛 这些义英堂都已经不存在了 全部都拆掉了 他们将会在六湾 重建 这样子 所以在这拆之前我去看了 这个福安宫里面的那一间 更早以前被 灯庙 后来被迁进来的福安宫 福安宫 你看到里面福安宫 这间庙 他的主神是大士老爷 那我们今天要讲大士爷 大士老爷 大士爷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大士老爷长什么样 这个大士老爷就跟我们前面一直在跟大家铺成的 大士爷的形象是不是几乎就是87分像 非常的接近 可以讲差不多要讲是一模一样 大士爷下面还踩了两个小鬼真的是非常的 形象 这个3D的 这个3D版的 3D的 而且这个也是没有化掉的 这个是 做定定 放在那边享受香火的 大士爷 不常见 这样子不常见 所以我看到福安宫有大士老爷 开心 然后右边那个什么 就是福安宫大士老爷的符咒 我就想请问大家 看到这张符咒你会想到什么 我想到钟馗 你想到钟馗为什么 看起来好像是另外一个 一个uncle 然后 拿出一个东西 你是讲 他跟我们 左边的这一尊大士老爷长得不一样吗 我觉得长得不一样 你太大胆了 白老师你真的是 非常正确 没有错 福安宫大士老爷的符 他的那个 画像 这个刻像 跟福安宫里面供奉的大士老爷 什么就长得不一样呢 这是 这个很大的谜题 但这个谜题要怎么解答 很简单 你要把你的目光往这个大士老爷的 旁边再看一下 你会看到另外一尊神 他戴的帽子 他戴的帽子跟你香港看到的那个一样 有点像武松那样的帽子 这个是 但是我觉得他更像的是 他跟这个很像 然后你刚才讲到很像钟馗 他可能拿着一只 南瓜棒 拿着一只那个东西 这个没有拿着 可是你看到他旁边 他可能有拿 可能给他拿掉了 他的跟班帮他拿 因为 可能一只举住有一点酸 平时你大士爷就是举个 举个一天两天三天 拜完就算了 他要举一年两年三年 举个几十年 这个 这个大概是因为你看到这个神像 其实这尊神像就是福安宫里面 目前可以找到最早的大士老爷像 而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 刚才看到这一尊比较丰满的 是新的 新也没有很新 就是后来做的 所以更早以前他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那张符 你会发现他其实跟这一个大士老爷像 比较相似 而且那个连武器都相似 连武器都一样 只是可能这个神像有点 久远 年代久远 他的那个 手部的结构有点损坏 所以 不过我觉得也很妙啦 就给他的 他的服从 服从 帮他拿 就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大士老爷 你就看到 这边就看到 所以也是有固定拜的 这个大士老爷 而且是一场虚惊 大士老爷 其实还是这样 青面獠牙 造型可能跟我们之间看到有一点不一样 大致还是这样 可是那个 分一失失的牌就变成了一个 金瓜棒 那故事还没有结束 大士老爷这个神明 在边加兰不是只有一个 在边加兰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刚才我前面有很早的时候 有提到的 边加兰有两座山 一座叫观音山 一座叫边加兰山 边加兰山脚下有另外一间庙 就是这一间庙 这间庙叫泰山宫 泰山宫的主神就叫做大士爷 可是如果你去到 当地做田野的话 你去问当地的村民的话 他们通常 尤其是老一辈的村民 他不会跟你讲这个叫大士爷 他们一定会讲这尊神 我们拜的神明叫大士老爷 而且他会用风顺话跟你讲 叫台斯老爷 我不可以讲给福建人听 你知道吗 是吗 叫台 台 够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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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庙呢 年份是 似乎蛮久远的 这个壁画是后来重绘的 根据重绘这个壁画的 这个师傅 他说 在他修复这个壁画的时候 他就已经看到这个壁画上面 本来就有写着宣统二年的字样 因为没有办法去查证 我们就只能姑且听之 如果他的说法是真的话 那这间庙宇 是有1910年 就至少已经存在了 所以也算是边加兰一间比较 老的庙宇 那 关于这个泰山宫 还有哪一些 这个泰山宫 实际上 登苗的这个记录 是比较多的 因为 一方面是因为他实际上就是边加兰三角下的神庙 虽然是三角下神庙 可是边加兰三 的那个位置 就是 我们的 很有名的一个日本的一个塑胶公司 在战前有名的塑胶公司 的橡胶园所在地 然后三五公司的橡胶种植 实际上 他的橡胶种植的某数 非常高 是接近 六七千某的在当地 也是日本人在 当地种植塑胶最早成功的 成为样板的一个塑胶园 那这个塑胶园也带动了旁边的边加兰镇的发展 边加兰村的发展 边加兰村的发展 而边加兰村的人 就把泰山宫 这间神庙 视为他们很重要的一个信仰 依托所在 所以我们可以在 很多 跟这个 风顺籍冠有关的人 或者曾经到过那边的人 或者一些 田野调查的一些记录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对 泰山宫的描述是怎样的 我就节选一些 比方说新加坡作家刘军 也是我的 我的老师好朋友 我的老师兼好朋友 刘军先生 那刘军 他就 讲过 而且他自己也写过一篇文章 讲了一个 他听他朋友跟他讲的 边加兰 泰山宫的故事 所以你可以看到里面 写 这些故事 所以这边有大概有提供了一个蓝本 就是说 这个神明是哪里来的 是潮州请来的 潮州请来的神明 然后后来经过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苏丹怎样去喝井水 然后最后就送给那个地主一块地 地主为了答谢神恩 他就盖了一间庙 这个庙 不是拜苏丹的 这个庙是他觉得是三神帮他的 所以他就盖了这个泰山庙 泰山宫 来祭拜这个三神 这边再跟大家提一下就是边加兰山 在当地人 在尤其是客家人 他们是叫这座山叫大山姆 用风顺话读出来就叫做泰山骂 所以泰山骂跟泰山宫 大家可以做一个连接 第二我们可以看到在潮人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 2003年的时候 在郑良树老师安华兰老师的主持之下 他们做的这个朝人的这个调查里面 已经在那边发现了 发现在那个地方呢 他们有讲到一个东西叫南域港 然后南域港似乎跟泰山庙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你会看到 也是风顺的老前辈 已故朱水灵先生 朱水灵先生 他也曾经写过南域港 而且里面就有跟你提到 当地我们有一个神庙叫做泰山庙 他是当地的老乡 一个叫泰山庙 100年的历史 我们就叫他客家神 你看大家都会去拜的 这个东西在我几年前做田园的时候 我还有看到最后的一幕 就是他们还是有他讲的这些事情 我有亲眼注意 观察到 这个大概是泰山庙 之后就再也没有发生了 因为真的不容易 现在很多村民都被迫 搬到别的地方去 就比较难做了 这种大规模的现场 组的这种情况 这个别话 那 蓝域港这个词 我们在 边加兰的亿山 在这个 投湾的这个广东亿山 也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这个总坟 现在也没有了 这个总坟呢 就叫蓝域港月桥同立 所以 可以见蓝域港 是在边加兰 山 附近的 一个 旧的地名 而这个地名一直到1939年 还依然 使用 而且他的 试用范围有扩大 所以刚才讲的 蓝域港 泰山公 其实讲的 就是边加兰的泰山公 就是这个边加兰村 包含了边加兰种植园 的那个范围内 这个地方 的 神庙 就是这一间神庙 所以可见这个神庙 在当地的 尤其是客家人眼中的地位 这是也是我田野的时候 去找到的一张老照片 当地人给我拍的一张老照片 那照片里面的小孩子现在都 都比我大 都比我大了 那 这张老照片你还可以看到 但还是泰山公 然后那个壁画还在 很可惜 看不到 真的没办法看到那个字 然后 你会看到里面有两行很有趣的东西 第一个东西叫合港平安 这个东西就联系到蓝域港的这个字 合港平安 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谈里面的一些细节 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大事 他上面写什么 大事 爷公千春 千秋 所以也就是说 距离现在有可能是 大概可能有 至少三 四十年前 或者四十年前吧 我们就估计这样子讲 那个地方当地的人 他们是叫自己大事老爷 叫这个神明大事老爷 可是当地人已经开始出现了 把这个神明叫大事爷 的这种做法 那大事爷 大事老爷 他们是不是就是我们认知里面的那个 普渡宫啊 或者是浇灭大事啊 会不会是呢 所以我们接下去就要揭开 泰山公 大事老爷的真面目 3 2 1 过龙 各位这个就是我们的泰山公里面的 泰史老爷 所以这样子一看 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了 这个泰史老爷 其实比较像我们该看的山湾的那一尊 大事老爷 比较不像我们在试湾看到的大事爷画像 卦像 或者是 青山庙里面的那一个 那个福祉 大地的那个画像 显然他跟山湾的比较接近 或者我们讲的更直白一点 显然这个 大事老爷 虽然有时候我们叫他大事爷 可是他其实跟我们印象里面的那个管普渡的大事爷 长得很不一样 你看他手上拿的 现在连金瓜棒都不拿 他直接拿狼牙棒 OK 然后你再看他里面的这个 符印 他用了这个印符的这个膜 这个膜不是最老的膜 最老的膜 我找不到 我没有看到 赤老的膜 赤老的膜 你可以看到 也是跟他长得很像 所以 他又换嘎餐了 我不知道 不过 这个 反正就不是拿分一丝丝丝 他拿的是武器 他拿不是拿鞭就是拿狼牙棒 他拿武器 他不是拿一个牌 所以那个 就不一样 所以是你们 变迦南的那种好兄弟比较猛 你拿一个牌 他不理的 你要给他看到 有一点东西 我的感受是这样 所以第1个想法就是 就不是这个东西 他是后来被大家 你叫大师爷你就应该是大师爷了 就讲到最后他 变成了大师爷 可是他本来其实不是大师爷 我们再看一些他的传说故事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也是 比较难的 我的老师家好朋友 校长 严校长 严校长的笔名叫龙女 他很早在1999年的时候 他写了一个报导 这个报导里面 他里面就有写到了 泰山公 的 神迹 你可以看到 在他 比我去做田野更早的时候 他在当地做的这个记录 的那些神迹里面 这些神迹几乎跟大师爷 所谓普渡 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这些神迹里面跟什么东西有关系 跟老虎有关系 一直提到的很多东西都是老虎 当然还有保护村民免受日军屠杀这样子的事情 有这样的东西 所以 这个样子的传说故事 让我很怀疑 这个大师爷是不是大师爷 还是他其实是 一个地方神 或者是讲的更直白 他会不会其实是个山神 就是我们刚才刘军老师听过的那个故事 也说 这个庙一开始建来就是为了报达山神的 所以他实际上会不会就是个山神 拿狼牙棒 我倒是 吴老师你回去上一张 倒是对你的那一个 报纸 我们看到了一个关键字 我们新纪元的学生会 对于咖匠这个字会比较敏感 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这个东西我当然就不会了 就要请新纪元的老师来解释一下 关我们家印什么事 我不知道 咖匠他说咖匠是棕榈叶蓬盖 好谢谢 希望大家可以朝这方面继续努力了 加油 我们明年可以看到 白老师和 新纪元的学生可以出一个专题报告 从边加栏发现嘉义 对很棒 很棒 OK 我们再往下走 就是 我第一个 这样子的情况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 我要去看一下有没有横向比较的东西 就是本地还有没有别人是有拜大事业的 很遗憾我找不到 而且我今天 我也查了一些 风顺的限制 我也找不到大事业 当然大事业很多 大事老爷我找不到 这个大事老爷我真的找不到 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听了这个讲座 我最期待的东西 不是跟你们讲一些什么东西 而是希望你们来告诉我大事老爷到底是什么神明 因为我很想知道他的 来源到底是怎么回事的 我去看了 我去看了新加坡风顺会馆 我也看了柔佛风顺会馆 他们供奉的神明里面都没有大事老爷 这个被号称客家神的神明 其实在 会馆里面是不存在的 而 当这个 我去新加坡问了当地的风顺会馆的一些老前辈的时候 他们知道兵加兰有拜大事老爷 可是他们自己在新加坡是没有拜这个神明的 所以这个东西让大事老爷变得非常的 好像非常的兵加兰 OK 我当然我不放弃了我还希望可以找到到底大事老爷是不是真的从朝周来的 他到底原型是什么神明啊我还没有放弃了 希望大家给一些线索 但是讲到非常的在地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 泰山宫这是我去他们神诞的时候去拍的 你可以看到泰山宫他除了正如主父如主以外 他是特别有分成几个头家的 你可以看到他有边加兰的头家 就是边加兰村的头家 这个都要搬杯了 二湾的头家 大湾的头家 四湾的头家 以前听说还有更多 但是后来因为人口减少 尤其是客家人在这些地方的减少 他不是只限客家人 其实大家都可以的 我以前有一个 香火会这样子的 会特别去各村落筹款的 有捐钱的人都有 都可以有份来 选这个头家 在搬杯搬头家 这个头家后来就越来越少 我都很想知道 他们现在这个头家是怎样了 但是 你可以从里面看到就是 边加兰的泰山宫 他实际上 他是很地方性的神庙 而 在他的组织上 在他的这个 祭祀的这个 这个圈子里面 他又不是只限于边加兰村 他其实是超越边加兰村的 这个当然关系到 这个客家人在当地的这个分布 这个是一回事 但是这样子的特征 其实就导致了 一个 背离的一个情况 等一下我们会谈一下这个东西 大士老爷到底是什么神明 然后大士老爷这个神明到底代表了什么 就是一方面 我去边加兰的时候 我去问当地的人的时候 他们会跟我说 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边加兰他们的神庙都会办神诞 然后办神诞的时候 会有一个事情叫做 请 这些 其他村的神庙的神明来看戏 他们会请那些神明来看戏 所以去边加兰 常常你会发现 这个庙里面的神明会少几尊的 他不是被偷走 他是因为他刚好去看戏 尤其是 大湾大波宫庙 大湾的这个大波宫庙 他只有一尊神 就是大波宫 所以你常常不小心去那边 你发现 大波宫不在家 神庙空了 因为大波宫在看戏 所以 这样子的情况 可是这个情况 去看戏的情况 在泰山宫是没有发生的 泰山宫 的神诞 是没有请 其他村落的神明来看戏 其他村落的神庙 也不会请泰山宫 的神明去看戏 那为什么呢 那我在田野的时候就问这个问题 问村民 为什么呢 两个答案 一个答案呢 是 泰山宫的 村民 这个 边加南村的 拜泰山宫的村民 跟我讲的 因为我们的神 是这个地方最大的神 所以我们不需要请他们来的 OK 这是第1个讲法 然后我就 另外一个讲法 是我问 其他神庙的那些信徒 我就问他 为什么你们没有请泰山宫 他们给我的答案是 因为大师爷是阴神 所以我们的神是 震神 阳神 没有请这个阴神来的 所以阴神办活动 我们也没有去的 所以 泰山宫 虽然我刚才讲 大师老爷到底是不是大师爷这个问题 我是有问题 我是有疑问 可是对于村民 实际上慢慢的他们也接受大师老爷其实是大师爷 就是阴神 但里面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 他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 这只是一个说法 但是为什么 他会有这样子的区别呢 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更广的东西是 客家神这件事情 就是 大师爷 更早的一个身份是 客家人普遍供奉的神明 而 边加南其他村落的神庙 基本上 都是 福建人的神庙 或者潮州人的神庙 所以这个本身可能就有一种方言群的隔阂 我还没有办法下定论 但是目前我的观察会提出这样子的一个假设 而这个客家人的这个方言群的翻离 到了 近几十年来 可能近二三十年来 他被套以了另外一套说法就是 他是英神 因为他的名字叫大师爷 大师爷是不是真的那么孤独呢 没有了我去了 边加南北边的一个村落叫做 巴西高谷 巴西高谷 我巴西高谷很意外的发现有一个 应该是私人盖的小神坛 这个小神坛里面呢 惊讶的发现 大师老爷 但是这个神坛 据我所知 其实也不是所谓大师爷的分享 好像只是因为有信徒 因为某些原因 所以他在 他自己在这边盖了一个小小的神坛来供奉大师老爷 所以我到目前我能掌握到的这个 大师老爷 就是在边加南村 跟这个巴西高谷村 有这个神明 那他到底中国 是有没有这个神明 传说里面到底对不对的 然后在 其他地方有没有这个神明 他到底是什么神明 虽然他现在变成了大师爷 很多人都讲他就是大师爷 但是他到底是什么神明 这还是个问号 我还很希望可以找到答案 所以各位 听了一个小时 我们今天的题目鬼王下山 最后会不会是误会一场 其实今天 我们到底是不是在讲鬼王 我好像悄悄的把大家 我带大家去偷话概念去 处理了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这个实际上 对于我觉得对于我们 去理解大师爷或者去理解华人的民间信仰 就是我们满天神佛的宗旨来讲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我的观察里面我看到大师爷在边加南 还有两种源流 第一个就是泰山宫的 具备了三神 或者客家神特质的 而且 似乎是高度的地方化的 大师老爷 另外一个 普渡的时候会出现了 那个举着分一失失牌的大师爷 有两个神明 可是这两个源流 他后来 他就产生了 错位跟交汇 这个错位跟交汇 最大的一个背景是什么 最大的一个背景就是 我们的 华人社会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 在70年代以后 尤其是80年代以后 讲得更具体一点 就是我们 我们对普渡 我们对 或者可以讲更白 就是我们对求财 这件事情 祭拜鬼神得以求财 这件事情 是这个潮流 我兴起 那这个潮流兴起 里面带动了什么东西呢 带动了 这个 大二爷伯的信仰 带动了 陈皇爷的信仰 同时也带动了 中原普渡的热潮 带动了中原普渡 也带动了大师爷 的 这个 形象的普及 这个需求的普及 我们可以看到 在1970年代的时候 边加兰 四湾的这个 东边的这个普渡 他们用的 这个 所谓的 挂象 都不是大师爷 所以普渡不一定需要大师爷 但是到了 后来 当他们要去更新的时候 他们换成了大师爷 因为大师爷跟普渡 在整个 80年代以后 是越来越普及 越来越 越来越挂钩 所以这一种 在我们新马地区的这种 中原普渡仪式 或者我们讲 阴神祭拜仪式的规范化 流行到了边加兰 所以大师爷也传到了边加兰 而这个就导致了 我们边加兰原本的这个大师老爷的信仰也开始大师爷化 所以你会看到 在 在我们 在泰山公 真的是这三脚下的这个神庙 他的大师爷 还是那个样子 就是还是那个狼牙棒的大师爷 可是到了 三弯的福安公 也是一个虽然不可考 但是历史较为悠久的福安公 他的大师爷 也是一个拿着金瓜棒的大师爷 可是当他做第二尊神像的时候 他已经变成了 分一丝丝的大师爷 所以这个 大师爷化的事情 已经在发生 更不用提 我们刚才讲的 这种 客家的这种方言群的这种边界 从原本的方言群边界 这是我的假设 慢慢转换为 这种慢慢转换为是 羊神跟阴神的边界 但是 其实最后的他们的 结论是一样的 就是我不参加你的 你不参加我的 只是那个说法 随着大师爷文化的传入 他也开始影响了这个地方人 的 这个 话语 他们的这个 理论 影响了他们 讲的那套 故事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至少可以看到 当我们每次在谈 一个地方 他有什么信仰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信仰 形塑的这个地方的认同 好像比方说 罗福古庙 我们古庙 我们有这个 武邦神明 我们去搞游神 然后大家就认同 我们就有形成了一个 我们新山华人的认同的 一部分 就这样子 我们通常讲这些故事的时候 尤其研究者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他是有条不紊的 他好像就是理所当然的 一步一步一步 然后先完成什么 再完成什么 再完成什么 可是如果我们去乡村 或者是我们去一些 我们在真正的 抛开偏见的看田野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一种认同的建构 是无序的 他不是 一步一步一步 这样下来的 像大四爷这样子的东西 他是 东来一块 西来一块 他没有一个中心阻止的 我们在研究者的角度里面 我们常常会 误以为说 这个认同是有意识的 在创造的 可是实际上 这东西 真正背后有意识的创造 他必须结合了 社会 的 权利的作用 就是社会上有的人 有钱 有权 他要这样子做 这样子做对他有利 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过程 可是如果没有 这样子的需求的情况之下 不是讲边加男人 就不会觉得自己是边加男人 也不是讲大四爷 他们不会觉得大四爷是我们的神 或者大四爷成为我们认同边加男 我觉得我是边加男的客家人 或者我是边加男人 大四爷就是我的神 不是没有 可是这个过程本身是无序的 他不是那么的理所当然 循序渐进的 他可能 这个大四爷的认同 这个大四老爷的认同 是会被大四爷 奇结的 而这个奇结不是有意识的做的 他是无意识的加入的 所以认同的建构 尤其在田野给我很大的一个反思就是 认同不一定是强而有力的 而且认同不一定是按照 某些人的规划而行事的 然后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 认同的形硕的时候 那认同的形硕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多样性的一个过程 而这个多样性为什么最后会出现了某一种 综合的结果 这个就是研究的价值所在 我觉得这个就是有趣的东西所在 大家什么无序的最后形成了一个有序的结果 这是到底是我们的错觉 还是这是一个神奇的 过程 这个是值得研究的 那最后就是 那如果我们讲大四老爷他被大四爷化在边加兰 如果你相信我的这套说法的话 那我们当然会去想那未来 我们的边加兰的大四爷会不会边加兰化呢 会不会出现边加兰的大四爷呢 这个复杂了 这个当然里面就跟我刚才讲的 这个认同的无序建构的这个过程里面 他就必须结合很多东西去考量 政治的经济的 社会关系的 种种因素去考量 但是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发生 我可以看到一些例子 比方说 这是我家附近的 一间庙 这间庙叫中原大地宫 当然 大家一看到中原大地 当然 怎样想都会想到 是的没有错 他里面拜的就是大四爷 所以我们讲大四爷 虽然很少被做成神像 但是在我家 大概开车 5分钟的地方 我就有一间真的有了 那为什么我今天不讲他 因为MCO 我根本没有机会进去里面 做考察 也没有机会去参与他们的仪式 所以没有做就不能讲 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这个东西 这个中原大地宫的源起是什么 这个东原大地宫是 10几20年前 我住的这个住宅区 柔佛寨也 他们的商家搞了一个叫做庆中原 就柔佛寨也联合 居民联合庆中原会 搞了这个庆中原会 然后慢慢搞 就找到了一块地 找到一块就开始盖庙 盖庙就把大四爷放在里面 所以你看到 那个庙实际上是个篮球场 那个篮球场 你看到这个篮球场的照片 竟然就是他们做普渡的照片 你很少看到你去Google面找一个篮球场 那个篮球场在打栽 我觉得NBA很需要 NBA很需要 去打栽一下 NBA开场就应该要打个栽 我觉得 然后他们在两三年前 他们开始游神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大四爷 地方化 我们大四爷虽然是一个流行的 我们讲可能是八十四年代 更早以前就有大四年的概念 然后他作为一种流行的 信仰的元素 他在近三十年来越来越火红 然后 他不代表他这样子的一个普及的信仰 他不可以地方化 所以你们看到我觉得罗佛在野的这个庆中原会的这个中原大地庙 他其实就在 建立了他自己的地方性 的这个过程 所以最后 照惯例嘛 我们要讲一些抒情的东西 边加兰我跟了很久啊 然后我一直都觉得我到现在还没有真正了解边加兰 虽然论文写出来了 但是 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 然后田野有时候很有趣啊 就是田野我觉得有趣的东西就是 比方说你看这张照片 这是青山庙的 我就说 道士朋友他在做这个普渡 你 这个 这个问题 第一件事情就是 他为什么跪在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他在干嘛 他在拜什么 所以 做田野的视角 第一件事情去看 他在干嘛 而不是你自己先入为主 这个东西重要的 那个东西不重要的 你这样子你看不到东西的 第二个就是 你在看 这个仪式的执行的时候 道士在做 同旁边那个屋主 这个Auntie Auntie也在做 当然我跳跃一点来讲就是 做仪式的人 在拜神的那个人 做仪式的人跟参与仪式的人 他们的视角可能也是不一样 你不能够 认为说这个地方 他们拜这个神 跟 这个鸡童 的视角 他们讲的故事是同一个故事 他们可能是不同一个故事 他们可能想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 他们在各式其职的做各自的事情 所以在我们去做田野去观察 不只是神明的事情而已 你就知道 不同人有不同的视角 但是他们讲的事情是同一件事情 所以很累啊 你要 真的要 很长期的一直跟进 要去不停的 弃而不舍的问 然后地方性知识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 你没有在弃而不舍的去跟进 然后去跟他们建立起感情 然后 去让他们信任你 然后可以跟你讲故事 你就无法去了解你现在看到的东西是什么 比方说你现在看了这张图片 你可能已经讲 那个什么都没有的 他为什么要拜 那你去问 那个道士 你去问他为什么要拜 他的答案就跟你讲 因为以前 妈祖来做的时候 妈祖也会来这边拜的 妈祖也会来这边拜 这就是一个答案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是一个 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 后尾宫 这样的东西 但实际上不是 因为真正的重点是这张照片前面的那里 以前的青山庙最早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 这个石头 这个地方盖了一个小小的神坎 后来第2期 他变成了你现在看到的那个杨灰帝的那个神坎 然后最后才有我们之前看的照片那间庙 所以实际上 这个妈祖以前 妈祖的基生来这边做的 跟现在这个道士来这边做的 他们做的这个仪式的背后 实际上 他是在追溯这个庙的历史 这个庙的神明的历史 所以从这个角度 你当你又多一点的信息 这个信息怎么得来的 就是 当你跟 村民都成为朋友的时候 你常常要跟他们聊天 然后聊天 聊天 你会给他 笑 给他骂 你这什么都不懂 但是聊天 建立了感情 我们 熟悉了之后 然后你会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 他们觉得这个东西为什么你要问我的那种 这不是废话吗 可是我们作为研究者 我们其实 想要知道的很多就是他们觉得不重要的这些细节 这些细节 就是需要大家弃而不舍的去做 所以如果各位同学 各位朋友 我不是讲我自己很厉害 我其实就是个傻子 去那边什么都不懂 然后就去问 去了解 去参与 甚至要去参与 观察 用耳朵 用眼睛 而不是用嘴巴 去听 去观察 然后 慢慢的你会得到 当你得到了一些额外的信息之后 你会得到更多的问题 你会 会有更多的迷惑 越来越搞不懂 但是我觉得乐趣就在这边了 所以今天 鬼王下乡 误会一场 但是我希望这个误会 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 不恐怖的 的一些 薪资 体验 然后也非常 希望大家 可以提供我 到底谁是大师老爷这个问题 我就是在田野里面不停的被这些问题给淹没 所以最后祝大家平安 我的报告就到这里 谢谢 谢谢我们的 墨老师 精彩的分享 其实这个讲座 我想像有点不一样 因为 我原本是觉得很 不合今天这个日子的一个讲座 但 我们 从里面就可以发觉到 墨老师的分享中 我们可以知道在大师爷 在编辑 是有 有几种 不同的形象 过后也发觉到一些 习俗和 我们所想的是 不一样的 至于 大师老爷这个 神明的 有关的一些问题 我们还是 麻烦 墨老师做了一些 报告之后呢 再开一个讲座 让我们知道 知道一下 过后 相信大家 现在都有些 疑问想问 墨老师 接下来就轮到 问答环节了 欢迎大家提问 为了提倡和讲 有更好的互动 我们将 优先选择回答 开卖者的问题 然后才回答 留言区的 答案 所以 有人要开卖 问问 墨老师问题吗 好 白老师请 我 我要开卖问 这个 我们首先 谢谢 南方大学学院的 那个 研究院 你不可以讲错 研究院 研究与研究生院 华人族群研究所 研究员 墨基浩老师的分享 没有 我刚刚听你讲的 那一个 大师老爷 后来变成 所谓的大师爷 误会一场 我觉得前面你讲的 那一个卷轴 史瑞克的那个 东西 后来大家把他当成是 呃 变成大师爷 那个我 我觉得我是认同的 但是有一个前面的东西 我比较 还是没有办法被说服的 就是 呃 如果那个东西是一个 在地化的 大师老爷 或大师爷爷 那 呃 呃 他可能不是我们现在一般上 所谓的大师爷 可能他是一个 只有边加人 他所拜的三神 那我想要问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他当初的名字 会用大师爷 这个这个名字 而且我看到你讲的那个老照片 老照片其实 他里面也是 也代表说 其实我们讲的 你刚刚讲到了70年代 大家开始被所谓的大师爷的潮流影响 但是你会发现到 在可能更早以前 他其实已经有这个名字了 为什么他当初会用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是不是真的是 大师爷 说不定所谓的大师爷 70年代是所有地方都在 都是一个新 重新换一个新的概念 是不是有可能是 以前其实也是 有一个这样的大师爷 因为除了边加人 我们看到有像的话 如果你去槟城的那个 新街头万山 它里面其实也是有拜 大师爷的像的 有些地方也是有大师爷的像的 是不是 槟城那个应该也估计是跟中元节 后来至少我们现在去看它是跟中元节有关的 所以边加人那个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 他会用大师爷这个名字 而大师爷这个名字 你怎么去证明他不是 肯定他不是那个所谓的 一般概念下的大师爷 如果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用大师爷这个名字 是是是谢谢白老师的问题 就不是我们这个所谓的鬼王的形象 我不知道在槟城啊其他这些地方 他们大师爷是不是 也是有这样子的形象的 这是这是第一点 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太山宫 这个太山宫的庙名跟这个地名 大太山姆的地名是吻合的 在翻译的翻译是吻合的 而且根据部分的口述的这样子的传说里面 认为这个神明是都没有说这个神明是 当然可能信徒本身不会这样说了 但是至少有写出来的神明都在讲 爱得讲他是客家神 又或者讲他是这个山的神 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这些我目前这些掌握到的这些资料 会让我去考虑其实这个大师老爷并不是鬼王 但是后来就是在往后的发展之后 他连拜他的人都觉得他是鬼王 连拜他的人都觉得自己是鬼王 只是不好意思讲出来而已 如果这样讲的话 是不是所谓的大师爷 或者大师爷爷大师老爷 我是在边加兰的这些客家人所发明的一个神 因为我们在其他地方客家地区也没有看过这个大师爷 这个就是有可能的 这个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还没有放弃 这个探索的这个可能性 就是元祥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的神明 我还没有放弃 我还不敢讲 他真的是所谓的在地的创造的 像像萧牌复老师的那个红仙公 然后我不敢 没有办法讲这个结论出来 就是这样 但是他真的很少 他真的非常的少 而在目前仅有的一些的这个口述的记忆里面 就说他是超周来的 这个又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说法 所以我还是开放 需要更多的资料了 对 我相信等下赶天大地会问问题 我先大地会先来问问你 莫利啊 那我是觉得是这样 你如果你注意边加兰 我们都知道在边加兰 他有不同族群 花族群的那个分布 于是在边加兰 现在是以客家风顺客是回族的 可是我们不能忽略当时的那个刚主制度朝人来的这一个现象 所以可能大士老爷他是结合了这个大士 大士爷的这个大士跟老爷的两个绳子合并在一起了 因为老爷这个称呼在朝中地区是蛮常用的 就包括我们刚刚有应该有提到的老婆古庙 我们也是有我们也是用大老爷啊游层这样子 或许他是一个明治在当地的一个融合的一个现象 所以如果我们在外面找大士老爷 可能去中国找大士老爷 可能我们可能也找不到 可能我们在朝中还有可能会听到 可能大士老爷这样的词汇都修不定 我的看法是 他就可能客家园有了神仙拜 再加上融合了潮州的那个老爷的那个信仰 合在一起的一个现象 不过我们还可以再更多讨论了 是是是谢谢谢谢萧老师的这个 解释了这东西 所以就是我们讲里面 我现在收到的这种传说的这种说法里面 说到的潮州来 就会让人家不免的去想 他会不会跟港主制度有关系 可是这个东西呢 又面对一个很大的限制 就是真的没有资料 真的没有资料 他会不会是有 然后可能后来是客家人在这边开始 就所谓风顺人大仆人在这边落户之后 他们把这个神庙继续拜 然后就拜了之后 他变成客家神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也是有可能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真的是没有资料 所以可能突破口就在于说 能不能找到第三个大师老爷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边加兰有大师老爷 巴西高谷勉强算有大师老爷 那其实他们是同一个了 那有没有办法找到第三方还有大师老爷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别的地方 或者是这个形象的神明 这样子的形象的神明 或者我们能找到这样去对应 然后看能不能再去找到更多的资料 这个是只能这样子期待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风顺人 我们讲风顺是一个风顺籍贯 在马来西亚不是一个特别多的籍贯 然后风顺人的分布是很好追踪的 他大概就是在新加坡 然后在古来 在边加兰 现在很少了 不过边加兰还是算多的 然后在古来是哪一带 什么楼佛的古来是哪一带 然后接下来就要跑到霹雳去了 然后所以他的分布很容易去了解 去把握的 可是有趣的东西就是 在新加坡的风顺会馆 没有完全没有大师老爷的 然后在古来是哪 这个地方和风顺会馆也没有大师老爷的 可是我们知道 风顺人的移民的这个过程 他们新加坡边加兰跟四奶古来是紧密相连的 我都能够我实际上是能够去trace出一个过程的 他们之间的流动是紧密相连的 就是比方说我在年刊的那个 新上华族历史文物馆年刊 教育专号里面写到的那个 这个陈问桥这个人物 他就是从吉打来到 他是风顺人 从吉打来到新加坡 再去了边加兰 然后之后回到新加坡 然后之后又再去四奶 然后又再回到新加坡 像这样子的一个风顺网络 是存在的 可是大师爷在这个网络里面 他只存在于边加兰 但是 这两个地方的风顺人 或多或少 尤其老一辈 知道边加兰有大师老爷 但是这个神明不存在于四奶 也不存在于古来 也不存在于新加坡 为什么会这样 我不知道 好 谢谢莫老师 讲的一番话 这样我现在 居然也没有人要 抬卖提问 这样我就先说一说 就是留言区那边的一些提问 就是有一位观众就问到 加入大师爷或大师老爷是神明 而且他们是不同的神明 那么他们的神诞会是在什么时候呢 大师老爷 如果是讲鬼王的大师爷 鬼王大师爷通常都是七月的 中原大地的那个神诞好像也是七月 几号我不知道 这些都是农历七月 而边加兰大师老爷神诞就有趣了 边加兰大师老爷的神诞呢 庙里面的讲法 阿福神诞是农历六月 农历六月十几号吧 大概农历六月十几号 之后我会 我可以跟这个蔡林法大哥再交流 大概就是十几号吧 农历六月十几号 庙旦 庙旦是农历十月 庙旦是农历十月 我这里面有个很有趣的故事 那为什么庙旦是农历十月呢 因为神诞的时候 原本以前神诞跟庙旦就同一天 就是在神诞的时候 你就去搞平安宴 后来呢因为人手少 人手少了之后呢 有一位 有一位村民 是老师 他讲我可以帮你们去做啦 我可以帮你们去做 他到现在还是这个泰山宫很重要的 我们的磁秀朱大姐 重要的一个人物 去帮忙做 可是讲 可是我是幼稚园的老师 所以我只有等年底假期的时候 我才有空搞庙段 所以从此以后 在泰山宫的庙段就变成了学校假期开始之后 第一个礼拜还是第二个礼拜 所以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但是大师老爷的神诞呢 就是六月 他们至少他们庙里面拜的是农历六月十几号 就不是农历七月 大概是这样 这样子我们也是就知道了 就其实也是有地方是神诞跟庙段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有你有听说过原因是因为负责人只有学校假期有空 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呢 然后我们可以 就还有一个观众就问到 保安工大理堂里面的五色指码是什么 五色指码是什么 我觉得在场有更多的专家帮我 可以去解释这个东西 我说我自己浅白的认知啊 这种五色指码通常都是当做神码 它其实是神码 神码是什么功能呢 他大概就是负责去把我们在这个仪式里面的那些绑文 那些写的那些功函 神明发的功函要送到天庭去的那些功函 就是我总之我今天在这边做了这些东西 这些人什么什么都是他是合法的 然后我今天做了这个东西就要执行了的 然后你这个功函就要就要把他交给这些职 这些神码就是WhatsApp 你就要把他送去这个WhatsApp 然后这个WhatsApp就帮你把他带到天庭去 所以实际上他们是做这样子的一个通讯员的工作 这个指码 好 那还有一个就是有问到网络里台湾也是有大事业信仰 不知道跟马来西亚的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问题我看我们就要找我们的那个庄教授 我连线一下了解 因为他现在人在基隆去了解一下这个 庄教授在放水灯 庄教授希望他不要跟着水灯一起被放掉 台湾也是有大事业信仰的 所以有没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讲 我认为台湾的大事业信仰跟马来西亚有 至少在后来的流行过程里面是有关系的 但是更明显的关系应该不是大事业啦 是其他的我们所谓的阴神 然后会有更明显的关系 马来西亚大事业信仰 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源流就是像那个 华南地带的本来的那种普渡仪式里面的大事业 尤其是纸扎文化 就是扎那个大事业指向那个纸扎文化 纸扎文化 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看到他从中国来到香港 台湾然后再来到东南亚 我们这个里面是有一个 我觉得这里面的脉络会更加的清晰 但是不好研究啦 但是会更加的清晰 所以大事业信仰其实是很普遍的 可是台湾有专注做大事业 因为台湾有一间大事业庙 我觉得马来西亚 可能我们也可以做一下中原大地的研究 或者这个可能 或者边加兰大事业 大事老爷的研究 这样子的话可能就能够去做 至于他们两个是不是 就是你讲他有联系 有就是大事业这个信仰 但是聚焦于他们各个地方的这个大事业信仰的发展 我觉得可能是很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是 就这个也是我们有有必要去做类似的研究 这样我们才能够跟台湾进行对话 跟台湾的经验进行对话 就是这样了 就我们希望白老师加油 我在马来西亚了 谢谢我们希望庄老师可以加油 是是是 这样子你们可能要联系一下庄老师先 嗯他在是预言可能在还没有消化 喝了酒这样 嗯 是 还有有问到一个比较 比较想跟莫老师互动吧 也可能是认识的就是他问什么时候 可以可莫老师一起去巴西高谷吃饭做 这个很内行啊 这位戴先生 这个戴先生也是这个 吃多的高手了 从他的身材我们可以看出来 然后呃 是我觉得戴先生应该比我还有机会去巴西高谷吃多了 呃 巴西高谷吃多的时间呢 巴西高谷所谓的吃桌 是指巴西高谷的大伯公蛋的时候去吃桌 大伯公蛋的时间我没有记错的话 其实也是农历六月哦 农历六月哦 这时候吃桌 然后呃 呃 有机会的话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啦 我距离上次去也隔了好几年都没去了 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去 呃很热情的 那村民都很热情 但是嗯 对就很有趣很热情的一个地方 哦 也没有什么样的呃看法 巴西 对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明白谢谢 啊 谢谢白老师啊 谢谢莫老师今天精彩演讲 啊 我首先有两个问题就是想请教一下 就是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会研究变加 第二个问题是 呃 其实像呃 大师爷就是我们说他是应神的话 那陈皇爷以及地藏王菩萨 其实他们也算是民间来讲的话算应神 那么为什么呃 多数时候我们看到七月拜的会是呃 大师爷而不会是说这个呃 陈皇爷或者是地藏王菩萨 然后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我自己给出了一个解释是认为说 呃大师爷的形象他比较凶杀 比较有那种真杀管控鬼的那种效果 可能在民间来讲 啊 然后我不知道莫老师你的看法是什么 然后第三个就是关于你提到大师老爷 呃 我也我有两个想法 一个想法就是他有可能就是大师老爷 省略掉老子变成大师爷 可能他就本质上就是大师爷 但是呃 呃当然也可以顺着你的想法来去呃 推测的话 如果没有看错的话 其中一个神他的手势是这样子的 就是玄天上帝 他会摆出的手势 他可能就是摆在胸口正中央 或者摆在腰间 然后另外一只手拿劍 然后再来就是 就是刚才这个龙颖老师 这个龙颖老师他写的那文章当中 我有注意到他说 呃 大师老爷蛋是在6月26号 我刚才呃 谷歌一下 发现说呃 呃 如果找着一个悬天上帝 然后6月26号 这关键次的话 会发生有台湾蛮多的呃 悬天上帝的解庆 会选在这个日期的 虽然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神弹 呃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线索 可能够你思考 谢谢 谢谢 谢谢明宽兄 明宽兄提供的这个线索是非常关键 觉得确实有可能 确实很有可能 呃 呃 对 我希望可以有更准确的这个数据 但是他作为一个假说 我觉得是非常精彩的 如果他是玄天上帝的话 他也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假说 呃 有时候田野不能够找到很 真的是找到一个准确的答案 但是我觉得 呃 很多可能性都可以放在那边考虑 就交给阅读的人去 去去去去去去评判吧 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不是一个 我们不能去 如果我们强行做论述的话 那我们很多时候是在曲解天野 那刚才明宽兄问这个 问了很像 很像开题报告的问题 为什么要研究变迦兰 呃 就是一场 一个奇妙 妙 原妙不可言 我最早研究变迦兰的原因 因为 我听说变迦兰有很多坟墓 然后 那时候 因为跟白老师学习 所以对坟墓呢 就很感兴趣 所以那时候就想 哎呦 我要跑去看一下坟墓 那样 那时候就惊为天人 因为觉得那边的 整个的 他们的那一种 也就是一个 我后来把它理解为 就是 这个马来西亚乡区 华人社会啊 是跟我们的城市 华人社会的那个 那个分析的结构很不一样的 然后从这个地方再去理解他们 然后就最后 最后就变成了这个博士论文了 所以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过程 里面也经历了抗争运动啊 悲欢离合啊 很多这些事情 讲不完啦 我们有机会再聊了 这些东西 反正最后就从里面去发现一个 我觉得就是 呃 如果我们今天要去研究 尤其是战前的乡村华人社会 作为一个战后的这个华人社 乡村的华人社会 或者新春华人社会的一个 潜质的一个工作 就我们先了解过去还是怎样 我们才能够去更好的理解后来他的变化 这个工作我觉得 我编加兰的这个案例 是 我觉得给我很多启发 我不能说我做的很完美 但是 我试图去寻找 有一个能够在 资料非常有限的情况之下 这样子的研究要怎么去做 因为我觉得马来西亚 是很需要这样的研究的 我们有很多地方的这样子的 乡区的这个历史 需要被研究被整理 然后去跟别的模式 去跟城市的分析模式 去跟别的地方的乡区模式 去进行比较 是有这个必要的 然后 最后 明宽兄刚才提到的 为什么大师老爷 在这个七月的时候那么特别 然后为什么那个其他那些 大二爷伯会出现 首先大二爷伯会出现 然后城隍 城隍比较少 城隍比较少 我这个问题我觉得 大师爷在普渡的时候频繁的出现 他不是现在的原因是 他其实整个的这个 他这样子的这个民俗信仰的积累是很久了 已经是可能 至少说明清以来都是这样子 我们在那些地方字里面描述里面 他常常都会提到 有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甚至帮他 已经帮他整理出了 三套 至少三套神缘 佛教的说法 道教的说法 民间信仰的说法 所以他已经是一个被充分论述 存在的合理性 合法性 价值的这个功能 他在那边 但是相对而言 城隍 大二爷伯 虽然他没有所谓 其实英神这个字我是 这个字我们作为研究对象来讲 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讲的 这是被研究者也这样认为的 可是作为研究者来讲的话 我要开关影号 因为这个东西 然后 但是这就刚才讲的 城隍这些 我觉得他们 他们在民间社会的大规模 城隍很早就有 大二爷伯的信仰也有 可是在我们民间大量的流行 而且会甚至有时候跟普渡都扯上关系 这个过程很短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很新的东西 所以他们两个的积累不一样 所以目前普渡大四爷的地位还是牢不可破 但是那几个可能会后来居上 我们再观察个一两百年的 我们过后就在一起在好兄弟的那个行列里面来开研讨会 一两百年后 对 一起来听 我们再听别人在开这个这样子的讲座去解释更多的东西 对对对 我觉得除了明宽兄之外 我们在座还有很多的 因为你刚才是讲什么 那个江浩你刚才是讲什么大三角 你不要以为我们这个在座的 在在现场的人没有大三角的人 我跟你讲 郑朝荣先生 有没有 你在吗 可以可以来分享一下大三角那边的大四爷的一些你的观察吗 因为郑先生他也是他算是大三角的一个叫做大三角之友会的副主席 然后他明天刚好也是有在线上去分享那个于兰节中元节的一个talk 也跟我们一样 就是选在这个十四十五的这个时间 曹荣兄兄有在吗 博士博士你好 来来来来来来来 大哥 郑老师好 不好意思啊 没有准备要上场啊 对对对 好 很抱歉 我不是什么学者 那么至于其他地方的这个大四爷 我就没有去深入研究 我只是完全的 因为我是到第一在这里长大的人 那么在2016年开始 在我这一区正式的坐入这个田野工作 嗯 那现在我目前是个导游 我正式是导游 那啊 我用意是要发展我大三角啦 嗯 所以就这个大四爷 一直以来就是在前马是算想当当的 可是很多个题包括我们本地人像外地人介绍的时候就是讲不出他的味道啊 所以我明天就借这个机会把它介绍出去 就那么简单而已 嗯 是是是 我们听说那个大三角的大四爷 为什么他会这么特别哦 就是每年要要长高啊 那些 你可以介绍一下你们那边的那个情况吗 就是为什么这么高以前是这么高的吗 这么大个的吗 啊 刚开始到的时候确实是没有 刚开始到的时候只是 啊 算是一个一条步 那么有那个福令在那边罢了 那个是大概200多年前的历史 那么啊 进入了比较靠近的就是百超一百年后才开始啊 啊有这个慢慢的这个形象啊 啊就是说有有形的一间庙出现啊 那大四爷庙是吧 对啊 啊 其实他的庙也是暂时性的 嗯啊 在之前他根本不是啊不是说长期 现在那边的他是时间到就把它捡起来 那刚好就是各一条街其实是很靠近吧 啊 就旁边有我们的玄田庙 对一路来是啊玄田庙比较靠近 那啊 1926 2020年开始之后 啊 就开始慢慢的 因为是地缘的关系啊 地缘的关系再加上啊 已经进入一个啊 几乎可以说是附近的居民都是比较富有了 那么才慢慢的才有啊 好比刚才所提到的 已经是啊 慢慢本地化而本土化 那当然啊 最重要是他的见证啊 他有蛮多的见证 所以他就越来越有名咯 那么啊 简单就是 因为零啊 因为零啊 所以就 在整个制造肯定跟这个花费有关系 那么因为它零 所以 费用方面就不成问题了 一直有人资助咯 那就越做越大 嗯 明晚明晚我会在那边正式讲 应该是 如果我没有错的话 应该是第一次啊 明天的大三角大事也真的会有很多 啊 人家意想不到的事 应该是这样子讲 因为啊 是2016年 开始到现在啊 几乎有机会提的时刻 很多每次我提的啊 包括本地人啊 包括本地道地的人 都很多 觉得是啊 对对对他们是一场意外 因为很多东西都没有听人讲过 嗯 好 我们 我们谢谢这位 谢谢 郑才荣先生跟我们讲解 一小部分的一些 我想问一下郑老师一个问题啊 就是 你说你们的这个大师爷庙啊 他旁边是玄天大地的庙嘛 对 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吗 有关系吗 嗯 嗯 基本上 基本上 基本上是 肯定是有关的 因为都是大三角 大三人在处理 嗯 嗯 我也不好意思讲一句话啦 毕竟是华人啦 所以就啊 可能华人比较爱面词 嗯 那么就变成这两个组织 其实是不同的 嗯 是不同的组织来的 嗯 换句话说啊 啊 你处理玄天庙就是玄天庙的理事 你处理这个啊 以兰 以兰这边就是以兰的理事 嗯 两个不同的组织 完全不同的组织 虽然只是隔一条隔一条路而已 嗯 嗯 明白明白 对对 其实差不多啦 就是一个不同的会 不同组织就是不同的人际关系啊 这个相信佳浩远的中元节 你变加拿那边的经验应该也是这样吧 对不对 那我们一个试完都要分港内冬天 那 对啊 就就这样 嗯 好我们非常谢谢 但孟老师我自己有一个问题想要问 你啊 就是我们前面有看到讲 他们原本败的是福禄寿嘛 到之后 为什么他们会转变成大事业 是不是他们有什么共同点 才会把福禄寿换去大事业 我这个东西 我如果你是说村民的话 这个问题我 我其实我得到的答案就只有 因为福禄寿那个旧了 破旧了 所以我们要换掉福禄寿那一份 然后在换的时候呢 有人提议就换成大事业 然后他们就换成大事业了 就算是一个比较机缘巧合 下就把它换成大事业了 是是是 所以有时候 你 这个问题是这样啊 你有时候你 你可能你问越多 可能你问越多 你会得到越丰富的答案 越丰富的答案 就这样 这个丰富的答案本身 你可能又要在自己分析判断过 但是我有机会我可能会再问一下 再问一下 明白明白 那请问现在还有人有什么问题吗 都欢迎在留言区问或者开麦哦 其实其实这个刚才肖老师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就是其实在他在边加栏五湾还有见过一个神叫做阴公 那肖老师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因为这个我真的不熟 我不会 英公 英公是在保安公的东边里面有一个很小的 现在肯定已经拆掉了 他就写着这个英公两个字 然后呢 这个英公信仰那时候还记得我在查的时候 当地的人是说 因为在那个海岸有一个 经常像莫老师你讲的那种海难啊 那些渔民那种可能从四面八方飘来的那些死体太多了 所以他们就在五湾那一边一个小庙建了一个英公庙 然后传说呢 附近那边呢 其实是有埋葬那些没有办法认领的这些师父 就在那附近的草地里面 那可能这一个英公信仰呢 就和这个莫老师你所说的 跟那个四湾岛可能保安公拜一起拜这个福度呢 是有一定的那个关联性的 那这个英公信仰呢 其实在马来西亚也很多 在台湾更多 还记得海伟全老师那时候去台湾旅行的时候 在台北他就带我去看了蛮多的那个英公庙的 所以这个英公信仰是比较属于福建沿海的那个英师信仰 他这个信仰呢也传播到了这一个边加完这边来 也和保安公符合金江那一代的这一个信仰呢 是相信是有一个连接的这些关系的 是这个对那个保安公其实其实刚才没有提到的就是保安公这个庆中元会啊 他一开始实际上跟保安公是没有关系的 他一开始是东边的渔民自己搞的 当然你要说东边的渔民也蛮多是近江人啊 然后保安公是近江人为主的庙宇啦在四万 可是这两个东西这庙跟庆中元会本来是没有关系的 他是渔民自己搞那渔民为什么自己搞 他们跟我说就是因为那时候很多海难 所以他们觉得要拜一下要拜一下 那为什么后来变成保安公呢 那里面有很也是有一些像有些很特别的渊源啊 大概反正保安公伸出了橄榄枝啦 把他们叫他们过去那边办 所以自己办了十几年之后后来就是在保安公那边办了 本来这个庆中元会是有自己的那个 还有自己的一个叫什么啊 卢主头家 他有完全有他现在还有卢主头家 他是有完全有自己的一个组织的 然后这个组织还能够去做很多事情啊 好像那种捐钱啊什么东西他可以做很多东西的 但是这个组织现在好像也没有了也没有了 就是他越来越保安公化 越来越保安公化 这个是我的那篇在满天生活的这个讲义里面附的那篇文章在谈的问题啦 所以主要是海难啊 我觉得英功像刚才萧老师说的英功就是 是见证了这个几十年前边加南沿海海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证据啦 然后他也产生了一个信仰啦 那同样的另外一边的这个东边的普渡 其实也是也有一举同工之效也是一样啦 然后这个里面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故事啦 包括那种这个海难的人显灵啊这些东西啊 或者普渡的师父啊乱作结果吐血身亡啊 有这些离奇的故事啊 不过我看时间也差不多就不提啦 留给下次啦 我们非常感谢莫老师的提问 那讲座已经到了尾声 过后让我们来拍一个大合照留言吧 请大家打开你们的摄像头 同时展示你们最好看的笑容 让我们把这一刻的美好记录起来 因为人是有点多 所以希望你们保持久一点哦 感谢你们的配合 来 都欢迎打开摄像头 我们一起拍个大合照 来准备哦 一二三 再一张 一二三 再一张 一二三 好大合照环节已经结束了 讲座也照样的到此结束 我以为没有是白老师 白老师会讲话 那我先继续啊 已经到此结束 所以再次我们就感谢各位的出席 以及我的老师和讲师可以给我这个机会 跟平台去当个主持人 如果做到不好的地方 还望大家多多包涵 过后我们在下个星期也是一样有讲座 欢迎大家再次出席 现在我把我的麦克风交换给白老师 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那我们也非常的后悔 请到莫老师来这边跟我们分享这个鬼王下乡 为什么会很后悔呢 因为我们很抱着一个到底谁是大师爷 然后想要了解大师爷在边加兰到底是怎么样的 然后我们没有想到他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问号 然后到最后呢 也让我们也不了解边加兰的大师爷是谁 然后也不了解他的那一个大师爷 最后怎么样去变化成我们所谓的一般所认知的大师爷 那我们也不了解 这个到底他以前是客家人带过来的神呢 还是在那个地方变出来的神 这些我们都不了解 所以我们在此也对于莫老师的这一个 我方也对于莫老师的这一个分享呢 予以最严厉的谴责 那我们也希望 莫老师倒是你的那一个 对于这个鬼王的 如何去善替大家所概念里面的大师爷 我觉得倒是如果证据差不多齐全一点的话 我觉得可以写出来 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章 同时我也相信如果投到这个有哀的那个起康 应该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谢谢白老师 就我这一次的讲座就像我一开始讲的 我其实是希望大家能够帮帮我 那我现在听过大家的这个协助之后 我觉得我好像越来越有机会可以把它弄出来了 非常感谢 对对我们也对于莫老师借用我们的平台 然后寻求大家的帮忙也再次予以强烈的谴责 然后那但是莫老师这一个做这个研究 其实我当时是蛮蛮觉得很欣赏的 为什么会很欣赏的就是当时我比较胆小 所以那时候博士文就跑去选了一个很多题材 很多资料的拿绿就太平 那我就问莫老师 如果你博士要选什么论文 他跟我讲说他要去继续经营这个编加栏 那我就在想说编加栏到底有什么好研究的 然后也没有历史 历史资料也没有也找不到东西 然后就空空你要怎么去做研究 那是后来莫老师的这一个刚刚的分享 其实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其实口述然后参与观察 然后长期去深耕的一个地方是很重要的 所以不要以为编加栏没有东西 编加栏其实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 哪怕是一个没有东西看你看起来是一个没有资料的 特别是我们一直在羡慕那种研究新加坡 冰城那种海峡殖民地方很多资料 甚至后来我自己也羡慕那种马来联邦的 这个被英国殖民过也很多资料 就想说我以前硕士研究马来鼠邦 没有什么资料的 那你知道我只要去研究了过后 编加栏既然会有这么多很特别的东西 而且是我觉得非常的贴地 然后很接地气的 然后从民间的怎么去思考一样东西 有些东西研究不见得有答案 但是可贵的是他给我们带我们一步一步 从大事业的原型 然后慢慢去从这个原型理论里面 再放到田野里面去 理论这个所谓的大传统 放到田野里面去 到底是不是可以适用的 那事实答案告诉我们说 他放到田野里面去的话 不见得能够适用 所以就开始了一个像侦探片的东西 就是带我们一步一步去推敲 去揭开到底谁是编加栏的史瑞克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很多东西都可以去看 我们发现到编加栏的信中原 我们都会很容易 我觉得在做马来西亚研究的时候 很容易去把所有的东西当成是理所当然的 很容易去把所有的东西当成是军职的 也只是就是我只要去看新加坡 或者看马六甲看槟城 我就是了解完整个马来西亚 哪怕是我们只看了 甚至马来半岛内陆地区 马来联邦这些地方 我们也觉得我们了解了马来西亚 但是从边加栏的这个案例里面 告诉我们就说 其实很多东西是不见得一样的 所以开创了一个 无论你研究什么地方都不要紧 马来西亚幸福的地方在于 还有很多空白 等着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去做 绝对你去 你无论做什么北根也好 做什么利明达 什么地方都好 一定你会做出一个所理然来 所以可以去看 可以去参与的 特别是很多地方 特别都是在地化的 你觉得拜后尾公一定是在你家后尾拜 拜好兄弟在什么庙前面还是住家周围 他可能你去边加来看 他有特殊的地理环境地理脉络 他可能是在拜海的 为什么拜海呢 可能也跟当地以前的环境有关 可能那个地方可能很多海难 是不是这样不知道 然后值得你一直去看 所以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 即使同一个地方也会发现到 同一个地方一个市湾 他就有什么港内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港外的 港内跟东边 然后不同的时间点呢 你今天看到的是拜史瑞克 可能70年代以前他是拜福禄寿 所以可能会不一样 你从来也没有想过 边加栏是不用化掉的 我们从以前就有环保的概念 就把一张子遮住 然后把它卷起来收起来 明年再打开来这样重复使用 不用烧的 所以同一个地方不同地区他有差异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时间中里面他有差异 所以所有的东西都不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这个部分也契合我们满天神佛的一个理念 就是让我们的同学还有在座的各位有兴趣的人 可以去发现问题的有趣性 我们的所有讲座 深奥不是我们所追求的 深奥由那些其他的学术单位 或者中研院去深奥 我们其实就是要打开大家的兴趣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初衷 所以我们再次的谴责墨加浩老师今天的一个分享 然后如果对于我们的这一个满天神佛有兴趣 我们下周下个礼拜四晚上还有一场 那个是讲旅动兵的 我们也请到了香港的阿拉伯王国 什么什么苏丹研究员孔德韦先生 他是一个宗教学的博士 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旅动兵 然后大马满天神佛为什么独缺旅动兵 这个是他下个礼拜要讲的 那同时大家如果对于今天的嘉浩老师所讲的东西 觉得非常不满的话 我们明天还有一次机会让大家卸分 我们明天晚上十点将会有配合我们这个中原 传承中华文化传统的中原系列活动 明天晚上还有一个叫做飘进校园的一个分享会 那个分享会也将会有嘉浩 还有我们几位这个比较超自然有灵异身体的一些同学 像是例行同学家人同学 还有我们的熟悉同学都是我们这个FCC的学生 也是我们中文系的学生 他们当然没有阴阳眼当然也没有敏感体质 那我们明天将会以一个理性客观 还有科学的角度来去探讨中原节的一些故事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追踪我们查识开奖 然后明晚十点我们会延续到 希望可以到十二点一起来倒数 送十五的过去一样子 所以再次感谢大家 然后我们是星际园大学学院 然后我们感谢 我们不感谢莫杰浩 我们也感谢我们的主持人两个疫情 大家晚安 谢谢各位 拜拜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拜拜 本集合照 我们必须之后 也订阅iniz 我们必须之后 我们想象征证 我们可以学的 这个选择 我们也订阅 我们不开心 我们不开心 感谢观看